一名离姓男子疑似追求爱慕女子不成 在知道这名女子正在市区的建林街一家洗车厂和朋友聚会 19号的深夜竟然拿着改造了散弹枪前往 要求这名女子和他交往 遭到女方的拒绝 却不慎擦枪走火打到了一旁 在花房部正在服役的于姓男子 造成他的左胸 右眼和脸部都有密密麻麻的枪伤 索性急救之后已经脱离险境没有生命的危险 而警方的据报之后也将离姓男子逮捕 20号是依违反枪炮弹药刀谢管制条例 以及杀人未遂等遂嫌将他移送把办 结果报案警销人员迅速赶往现场 发现男子从脸部到胸部都是枪伤 赶紧为他进行包扎 不过受伤男子意识模糊 民众说见到男子全身血又躲起来赶紧报警 19号晚间9点多花连一处洗车场 惊传枪响 至于受伤的男子是在陆军花房部当兵的20岁男子 警方赶往现场搜寻时发现开枪男子的踪影 见到警察把腿揪跑最后还是被警方给压制逮捕 初步调查枪击案疑似因为感情纠纷所引起 19号晚间两男一女相约停车场谈判 口角冲突后男子竟然拿出预藏枪支开枪 疑似因为感情纠纷 但是真正的案发原因 东西我们还要再做深入的查证 是因为追求这个女生不成吗 跟这女的什么关系啊 开枪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 至于受伤男子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同时警方在现场查扣了改造枪支一把 开枪动机 警方还要进一步深入追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